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育战》 接下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了解一下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结婚十年了 然后他吧 以前是个特别老实的人 基本就是家里单位 家里特别单纯 但现在吧 他变了 整天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经常都不回家 常常从就是晚上两点三点四点等 一晚上都不睡的等 然后他第二天呢回来了 就像没事一样 然后这个孩子吧 从小到大 基本就我一个人在带 他基本就没有帮过什么忙 我觉得养一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 他现在居然要第二个孩子 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再养第二个孩子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哪嘉宾 傅先生 38岁来自武汉软件工程师 女嘉宾 王女士 38岁来自武汉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看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想要孩子 是吧 二宝 是吧 对 不愿意 是吧 是 给了个理由 从来不帮助 和现在还不回家 是这意思吧 是 是现在经常不回家吗 也不经常不回家 只是偶尔有时候会加班 可能会晚一点 道理是经常还是偶尔 咱把它量化一下 好不好 一个月有几天 一个星期能按时回家 一天吧 这个按时回家是指几点 八点左右 因为他工作单位离我们家比较远 那四天是都不回家还是回来的晚 特别晚 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回家 特别晚是指 十二点以后吧 一点两点 一两点 对 一个月有几回不回家呢 还是其实人家是偶尔 不不不 一个月总有个一两次吧 我觉得 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移民软件做开发的 然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面向的客户群体比较特殊 他们对这个信息安全比较看重 就是有时候我们白天可能需要写程序 是吧 然后晚上才能进这个用户的电脑机房里面 进行程序调试 电脑机房是当电池屏蔽的 就是手机带进去了 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信号 就是有时候可能接不到他电话 那么这个事情和他也解释过很多次了 但是后来解释的事实多了 他可能比较被他烦了以后就懒得他和他解释了 给他引起一些争吵 他工作的性质就是IT嘛 都是比较忙 压力比较大的对吧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呀 主要是他现在变得特别离谱 以前八九点就每天可以回家 那你现在怎么就不回家呢 对 也不打电话 也不接电话呢 以前为什么可以接 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接呢 说嘛 为什么嘛 昨天还是工作了要是比较忙一些吧 你换工作了吗 换呢 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我 你换工作了吗 换过 换过 对 那是不是因为他换了工作 所以变成这样 那要说到换工作的这些事情 那就更离谱了 他也不和我商量的 我还是在机场打扫的时候 就捡到那个名片 就看见 怎么公司的那个名称啊 还有他那个职务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才知道他换了工作 你说 有换工作不和老婆商量的吗 主持人 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在一个工作上 干一辈子 是不是 特别是作为男的 是吧 换工作其实很正常的事情 是 其实当时我换工作之前 也曾经考虑过和他说一下 但主要是怕他担心是吧 说我失业了 是吧 这其实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 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再提他了 我觉得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换工作我觉得也是挺大的事啊 你说怕我担心 你不更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就你换完以后也可以和我说吧 他没说 是我自己发现的呀 所以妻子最不满意的就是 你不尊重我 尊重性不够 你们俩现在平常还出去玩玩什么的吗 很少 就以前吧 他重心都在这个家里和我这里 然后现在真的就 真的变化很大的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有啊 经常的这种事 就是有一次吧 就我跟他说 去超市买点东西是吧 东西都比较重嘛 老公肯定要帮忙的吧 他答应好了的 我就去卧室整理了一下 再出来 人没了 去哪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酒吧了 你没打个招呼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后来和他解释过 其实我去酒吧其实并不是去玩 而是只是做一份兼职工作 因为我有个朋友 在我们那边开了一家音乐酒吧 就是有时候他生意比较好的时候 就可能会邀请我过去帮个忙 相当于外大做个兼职是吧 也会多赚一点钱 对这个就算你 那你跟老婆说一句嘛 说我得去那边干活挣钱去了 我当时也和他说过 但是他总觉得酒吧浪场说吧 他可能对我还是不太放心 那我肯定不放心啊 您说他本来就很忙 然后偶尔还要加班 那你现在还要去酒吧兼职 我肯定就不满意是吧 然后更何况 他还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就前一段 31号就是那天跨年夜 是吧 家里亲戚都已经说好了 到我妈家去聚个餐 过个年什么的 我妈提前和他打好招呼了 他早上就出去了 到晚上也没出席 然后我妈就问我妈说 你搞什么 不是提前说好了吗 亲戚朋友都在 都问他干什么去了 后来我就知道 他去酒吧搞什么跨年活动 跨年夜你不在家里 陪老婆孩子 你陪别人跨年 你这像话吗你 我这怎么叫陪别人跨年呢 当天就是我那个朋友 他也是打电话 要求过去帮个忙 然后在那里帮忙 然后手机可能没带在身上 不是你跟他说呀去之前 其实较劲的是为什么不说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 婚姻当中的问题了 就是不说嘛 不沟通嘛 就我跟他沟通嘛 通常就是我说 他基本就不搭理你 而且他过生日那次 也很过分 你知道吗 他过生日嘛 我想近一段 那个气氛都不是很好 我想给他 好好过个生日吧 就准备一桌菜 然后就等他 给他一个惊喜嘛 想又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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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半夜没回来 一宿都没有回来 然后第二天就没有任何交代 就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 然后我真的 当时 您知道我那天晚上等他 是什么 惊情嘛 我先第一开始就是 我要给他各种惊喜 缓和一下我们俩的气氛 重温一下当时的感觉 但是从第一开始 想给他一个惊喜 到后来 就是心慢慢就感觉凉了 你说这 我觉得他不是加班权 我给我闺蜜发微信 我就说我真是 不是我天真啊 我我真是万念俱灰啊 当时 然后我是受不了了 我就去湖南 找我闺蜜 倾诉一下 我以为就是 他会站在我的角度 哎呦 老婆突然不见了 是不是追过来 问一下我怎么样啊 怎么样 他没有 态度特别强硬 立马就是 我要跟你离婚 不通情大人的 你知道吗 他要和我离婚 我只是 让他站在我的角度 将心比心理解一下我 他一次 他就这个样子了 这我真特别难受 变得太多了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变化最大的是他 因为当时 他一声不吭 就跑去湖南去了 然后我当初找他 找不到他的人 打了电话 他不接 发了微信 他也不回 其实我当时 非常非常地担心他 当时我吵架 和他说要离婚 其实也在气头之上 然后我觉得 他最近这几年 变化确实非常非常大 他都哪些地方变了呢 你觉得 在我们结婚的头几年吧 他非常勤快 将家里瘦瘦紧紧有条 卫生打扎干干净净 特别是当时的脾气 非常的好 非常温柔 但是最近这几年 他开始变化越来越大 开始变懒了 就是家务苦 我也不愿意干 然后卫生也不愿意做 然后家里的衣服 对了好几天 脏了 没换了 他才能去洗 也不来做饭了 肚子饿了直接去叫外卖 然后居然叫着孩子 跟着我们一起去外卖 然后特别是 他最近这几年 他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越来越要吵架 有时候其实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的这个脾气 暴脾气 哎呀 妻子说 丈夫是变了 丈夫又觉得妻子也变了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你还想要一个孩子呢 这样的 让我一想嘛 我现在有个女儿 如果有一儿一女是吧 二女生伤 该多好 怎么样 带女儿吗 小片里说 从来不带孩子是吧 不带孩子啊 孩子就从小到大 他基本就没有带过嘛 给孩子喂饭啊 穿衣啊 陪他玩啊 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你干过几次啊 你干过几次啊 你就是十个指头 你真的用不着 我觉得一只就够了 他根本就干得很少 然后他抱我们家孩子 也抱得很少 基本都不怎么抱 因为他比较讲究个人形象 他怕那个孩子的鞋子 会贴到他的衣服 就把他衣服搞脏了 你知道吗 他是这样 让我们家孩子 跪在他的手腕上 然后这样抱着他 我在外面都从来没有见过 那你觉得一个几岁的孩子 他会喜欢吗 他肯定不喜欢是吧 他就扭呀 不喜欢 那么他还有第二次 端菜 他把那个孩子就能横着 这样端着你知道吧 那个孩子怎么会有安全感呢 他连抱都不喜欢他抱抱 你说孩子他会喜欢他吗 你怎么知道孩子不喜欢我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总是陪他玩 陪他一起做游戏 他玩得可开心 他怎么开心啊 你怎么知道他小孩怎么想着呢 那最起码的 他平时本来就在家的时间也不多 说他在家吧 就我送个孩子去个什么 兴趣班样什么的 他不会帮忙送一下 冬天刮风下雨 我们家又有车 我又不会开 你说他送一下我 没有什么问题 他一定会在家里看见事 他说是绝对不会送一下我们的 你想一下 有这样的父亲吗 你还说过 大冬天呢 这个孩子帮那么的培训班 什么要是画画啦 舞蹈啊 英语啊 小主持人啊 一大堆一班 你说小孩年轻那么小 他学得进去嘛 但是我抱的那些兴趣班 又不是什么 课业压力特别大的 孩子喜欢 就是我从来没有对孩子 成的有过要求 我要求的就是他一个 就是健康 培养一些兴趣 画画 跳舞 形体啊 然后一些 所以今天来是干嘛呢 主要是我一个孩子 带着就很辛苦了 他突发想 他还说他要第二个孩子 您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会要第二个孩子 我肯定是不会要的 其实我想 现在我们还年轻 然后现在国家政治也开放了 对吧 所以更好趁这个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再要一个 如果再过两年 年纪多大了 到时候真的 你妻子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确实没法给你生 玩你去哪儿 人也不知道 然后呢 对女儿好像 也不是那么疼爱 因为你想吧 如果再生个宝宝的话 这女儿是不是 给你来带了 对吧 她管那小的吧 你们分工一下 你管得了闺女吗 管得了啊 哪里管得了啊 她根本就不怎么带 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没有必要 我也不可能 再去生第二个孩子 我希望老师劝劝她 二胎什么的 你就 就别想了 明白了 十年的婚姻是吧 是 打个分吧 你打多少分 一百分 满分 七 七十吧 七十 不错啦 这成绩 你呢 八十到九是吧 平常闺女怎么评价她呀 就我们闹得 特别厉害那段吧 就是说要离婚的时候 我就问她 我说 你 你觉得你爸爱你吗 我们家女儿说的是 离婚就是不爱了 不离婚就爱了 我当时真的是特别心酸 你怎么会问 闺女这个问题 你爸爱爱你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都感觉不到啊 就我都不觉得 她是挺爱这个家爱女儿的 那你怎么还打七十分呢 那不及格才算 抱怨啊 好吧 我觉得 看得已经有点端倪了啊 女生其实是不是害怕说 如果不给她生 她的跑啊 我就是怕住越推越远 渐行渐远 这家就真的就散了 行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你们婚姻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没有沟通 没有交流 然后呢 两个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我今天早晨 刚看了一篇文章 就说这个 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婚姻的本质 其实说到底就是 要出让一些权利 你如果结婚的话 你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 去把你的自由权 隐私权和时间权出让 因为你结婚了 所以呢 你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因为你结婚了 你的时间要平均分配 分配给家庭 分配给工作 因为你结婚了 你的隐私要有一部分 让妻子知道 因为她是你的妻子 妻子有权知道这些 所以我觉得 对男方来说的是什么呢 你对妻子关心的过少 你们的沟通是无效的 所以导致你们二人 现在的关系 希望你们两个人 都能回去调整 当然妻子也不要有 那么多的抱怨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傅先生您好 我们说什么您都有理啊 你总是有你的道理 你说的对 你说我心不在外面啊 但是你人在外面啊 电话失联 夜不归宿 一个礼拜 只有一天按时回家 后来我都跟她说这个事了呀 后来我都跟她解释了呀 为什么不之前沟通呢 之前其实也多数沟通过 但是后来怎么说呢 你看你有理吧 我们说什么你都有理 后来歌唱得好 后来我懂得了如何去爱 然后你呢消失在人海 所以要提前说很多事情 要报备 两个人共同来维持这个家庭 你辞职不干了 你要跟她讲 因为她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在你不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是不想让她担心 我所在外面 你有理吧 你不想让她担心 她更担心 你不接电话 我就一个人对着电话 不停地打不停地打 我心里面就有无数的画面 女人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没有人都可能给你想出一个人来 你跟她解释清楚 她不就不担心了吗 你总有你的道理 你觉得 你认为 就像沙大老师说 你们俩要沟通 很多事情要说在前面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位女士 你有你的问题是什么 她刚才说的对 她说你变了 她说你 不做家务了 前台词是 拉里拉遢 你不像原来那么精致了 或的 你可能早上起床 蓬头垢面 然后就带孩子 干活 做饭 是不是这样的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所以即使在家里 早上起来也要收拾 妥当自己 再去见自己的老公 这样她才不会去 看外面的风景嘛 对不对 带孩子也是这样 不要抱那么多兴趣班 找到孩子的天赋 然后为他们减压 才是最好的办法 永远不要问孩子 你爸爸是不是爱你 要告诉他 你爸爸是爱你的 给到你们的建议 就是 傅先生 什么事提前说 如果电话 机房里没有信号 麻烦你在机房外面 有信号的地方 发个视频 我们俩联系聊个天 让我知道你在哪儿 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 是 关于二胎这件事情 暂时不要生 但如果他改了 再考虑生不生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其实对于有些男人来说 成家不是成个家 就是成个样子 就是男人嘛 得有家 有老婆 有孩子 别人有个二胎 我得有个二胎 他成家的意义 并不代表说 我要在这个家庭当中 付出多少 享受多少幸福 他只是成一个家的样子 你看一个人跟你不沟通 无非是因为几个原因 第一是觉得跟你勾而不通 首先就不沟通 还有一种方式是 真的避免你担心 但我认为他是第三种 他压根没想过要跟你勾通 如果是前两种 要么是怕你担心 要么是勾而不通 至少他会有情绪 如果我是怕你担心 至少我会欲言又止 但他压根就没想着跟你勾通 你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其实我认为 沟通是一件挺上瘾的事 你身边有一个 全心用权益为你付出 跟你可以一起商量 拿主意的人 你能够跟他一起快乐共享 痛苦分担 你到最后 如果你真的依赖上 这种方式的话 你甚至心里都藏不住话 没事我就要跟他念叨念叨 这成为一种夫妻的 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 其实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刚刚赵川问的 他问你说打多少分 你说七十 他说能达到八十跟九十 就有人认为这不是事 他缺乏做丈夫和父亲的 一种心情 你刚才说的那个细节 你说他抱孩子 怕孩子的脚 邪会弄脏他的身上 别的人抱你们家孩子 都这样抱 你倒抱孩子要端菜 所以我赞同 目前至少不能生 现在这个孩子 还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 那么你再生一个孩子的话 那很显然 这个孩子的生活质量 和你们的生活质量 肯定是严重下降 所以你今天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适应 这样的一个丈夫 你能不能做好 更多的交流 对于男人来说 你是否能够 做好一个丈夫基本的责任 一个丈夫基本的责任 不是扔钱 而是有足够的关爱 足够的照顾 如果你都不具备 你已经不再是照顾 要生孩子 首先感情没好吧 没感情怎么生了 从感情开始吧 还来得及呢 所以对于要二胎的家庭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机遇 不是因为要二胎了 而是我们可以借二胎这点事 把过去婚姻当中 那个不好的 有问题的东西 修正一下 当我们修正回来的时候 美好的婚姻来了 孩子也可能因此而来了 所以你们加油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在听了主持人 和专家的一番话之后 我感受到 以前确实太看重工作了 不少你和孩子的感受 我希望我以后 能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在你和这个孩子身上 关于二胎这个问题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想要 我们什么时候再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这个态度 我其实挺高兴的 你工作挺忙我也知道 主要我是想 你把心真的用在 这个家和我和孩子身上 生二胎吧 欠倦的我肯定是不会生的 就在看你的 就以后的表现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慢慢调整吧 慢慢学习 我们都学习嘛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有请小花童 来 有请 建就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把它也带着 从回家多陪老婆开始 好吗 谢谢祖宗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谢谢大家 希望他们 真的从今天开始 让这段婚姻可以重生 当然我们也希望 随着他们婚姻质量的改善 他们想要的那个宝宝 能够早一天地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吐他挺老实的 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骗我 他说他28岁 前两天我才知道 他已经36岁了 我一直不敢告诉他 怕他知道我生死年龄后 就不跟我在一起了 其实我显得是 等感情稳定后再告诉他 我真的不是有意想骗他的 我现在才觉得 一切都是假的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我尽快和他结婚 根本不是真的爱我 我真的好后会和他交往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的 希望他能听听我的解释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挽回他 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欺骗也分故意和无意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阿福 36岁来自福建 保险销售 女嘉宾小文 23岁来自福建 代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大概半年 怎么认识的呀 就有一次 我在跑业务的时候 就去他 他在咖啡馆上班 我就去喝咖啡 之后就觉得他服务不错 人也很温柔的 然后之后就经常跟朋友 同事啊 去他那店里喝咖啡 然后久了久之 就是说交微信嘛 后边就慢慢就月出去 看电影啊 吃饭啊 这样子 喝咖啡喝出来的女朋友 最开始的时候 我听说是你要来 我们这个节目的是吧 对啊 是要说说存在的问题 是 就是说他跟我矛盾嘛 来这里让嘉宾帮我解决 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啊 小文姑娘现在是懵的 本来人家来这个节目呢 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就跟节目组说了 福建得到天津来啊 他们订了从福建来天津的飞机票 这对飞机票一定出了大事了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也就是说你到天津来之前 才知道 他的真实年龄是三十六岁 是吧 在此之前你都不知道是吗 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整个人都 晴天霹雳一样 都晴天霹雳了啊 骗人家了 主要也不是骗啊 主要刚开始的 还说不是骗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说 年纪比较大 实在是比较多嘛 就不好意思直接讲 因为还有一些同事啊 朋友就说 我长得确实是 像九零后嘛 你长得像九零后 哎呀呀呀呀呀 你朋友说你长得九零后 好好好 然后呢 然后就自己感觉 比较自信 人隐瞒 就自信是吧 人隐瞒 想隐瞒吧 现在感情也不是还稳定嘛 那说出来 麻动越来越深 我这两天脑子 就一直在回想 我们以前的事情 回想以前的事情 我就觉得说 原先觉得 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事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他一直在营造的一种 骗局在洗脑我 把我变成 他想要的 理想中的那种 妻子的样 哎呀 你跟我们说说 哪些东西是你觉得 过去是小矛盾 现在你觉得 其实是 骗局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 他有心想 让我跟我的朋友疏远 就 有一次是我们一起吃饭 就是跟朋友 还有他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都明明 是聊得很开心 然后他找到空子 就插话 就开始卖保险 就很尴尬 我就刺激他不要说 然后他这时候 他就来了一句 你们如果说 现在不买保险以后 生病肯定会后悔 这句话说出来 肯定当场所有朋友 脸都直接黑了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 你以后不要在我朋友圈里 卖保险 我有说过 我有跟他讲 我朋友不太喜欢他这样子 在朋友买保险 然后他说什么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卖保险很辛苦 然后他要赚钱 为以后着想 其实我有朋友就是跟我说 觉得他不太适合我 他可能就是察觉到 我朋友不太喜欢他 所以他就不让我跟我朋友 出去玩 有时候还会说我朋友 一些不好的话 不是啦 主要是说 本来我们感情 现在就有问题 那有了挑拨离间 不是让我们感情 越来越疏远 误解越来越大吗 他们挑拨你什么呢 你觉得 他们有的就不正同 我这个行业嘛 因为说赚了钱 可能不稳定啊 怎么样的 除了这个 你现在回想起来 还有什么是 按照他的设计来的呢 我这两个月 就辞了之前的工作 他就一直在逼我工作 但是其实我是想 放松一段时间 就是学点我喜欢的 做的事情 我现在抱了两个兴趣班 想充实一下自己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提 就是那种兴趣班 没什么用 因为都是一些 就是艺术啊什么的 他觉得说浪费钱 然后就一直在念我 如果说只是 普通的念的话 就是我其实 就是觉得还没什么 这次建议而已 但是我现在先 我开始接到 就是别人打电话过来的 招聘电话 还有那种就是 应聘的短信 刚开始我就懵得 我又没有参加 这种我为什么 一直有电话过来 然后有一次不小心 就是看到他手机里面的 信息之后 然后他帮我的简历 偷偷放到网上去 就是硬逼着我要去工作的态度 那你这个不工作上 培训班的这钱是谁出呢 我自己 你自己过去的积蓄是吗 这个好奇怪 你干嘛决定人家的人生呢 没有啦 主要是说他不上班 一阵子是没关系嘛 那你报信息班 报了油画 还有一个是什么 琵琶班嘛 我感觉是没什么用啊 你觉得没什么用 但是人家不是说 人家自己要休假休息一下 他说过 他想要一个人 好好陪他工作 生完孩子 然后孩子让父母带 然后能收心在家里面 就是照顾家里的 这么一个妻子 我原先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想 他完全是在把我 往他的那个方向去带 我问你啊 除了年龄 你还有什么欺骗 别人的小姑娘呢 没有 就欺骗了年龄啊 对 算是善意的谎言吧 善意的谎言 你还发现 他什么欺骗过你吗 他刚认识我的时候 就是说 他是什么销售经理啊 生活条件挺好的 还递一篇影片给我看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其实 就只是一个 跑业务的 卖保险的 其实我不是挺在乎这一点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觉得说 他这个人挺实在的 没别人那么多 画画场子 但是就是现在想 他一切的容忍 都是只是为了 背后的目的 做铺垫而已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结婚啊 他说我们结婚以后 你会过什么 什么样的生活 他在给你画饼 是吧你觉得 画大饼 没有啊 你是客户经理吗 是啊 是啊 你一个月是这 这么多钱吗 这只是一个头衔而已 影片上都会这么硬着 理解了理解了 三十六岁对不对 对 你在你们老家 应该算结婚很晚的了 是 以前谈过恋爱吗 说实在的 确实没有 之前的话 在厂里边 几乎都是没女孩子的 然后在里边一直待了 七八年吧 你做保险有多久了 三年 在此之前你做的什么 之前都在厂里面 做电工 在厂里做电工的 对 你说我问几个问题 好不好 相处半年对吧 你在不知道 他年龄造假之前 你们当时就准备来 这个节目的 对不对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想要结婚 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现在还不到 结婚的时候 就他催婚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跟他的感情 也没到结婚的 那个地步是吧 我问问你啊 你跟他交往 最看重他的是 我只是觉得说 在面前我很自由吧 因为之前其实是 交往过男朋友的 就是一些很 之间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一旦意见不合 我就会吵架会什么样 但是他每次到 这种时候 他都一定会就是说 先退一步 他挺能包容你的 他会让着你 是这意思吧 如果他一开始 就告诉你说 他三十六岁 你还会跟他交往吗 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啊 就是我们认识 就是以九龄后为基础 是要认识的他 明白了 后悔不 骗人后悔不 后悔 之前也不是特地要骗他了 确实是说 大家都有了评价 感觉都没那么老 然后我也怕他知道 我有那么大的不适合 他知道你的真实年龄之后 很伤心是不是 你给人道过歉没有啊 没有 那你先道个歉吧 你不应该骗人家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那现在特地抽空来到这边 也是真心希望说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女生 咱们放他骗你这件事先放在一边 就你自己感觉在这半年的交往过程当中 这个男生对你好吗 我之前觉得挺好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挺表面的 就比如说 你心情不好 打电话安慰一下 或者说他刚好在附近 他可以过来跟你见个面 但是没有说真正的 有那种他很心疼你的这种事情 现在想来好像是没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复杂 在这半年交往的过程当中 小伙子是真诚真实的交往 还是用了一些这个手段 上了一些套路 为什么女生过去评价这段感情的时候还行 只是觉得没有到价的那个份上 但是也没有说要分手 但是就因为知道男生的真实年龄 和男生的这个谎言之后 女生现在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像一个骗局 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老师们又怎么看待这一对的关系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说你们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男生隐瞒了年纪嘛 其实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不少见这样的问题 他是隐瞒了年纪 有的人隐瞒了婚事 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的这些行为 统称为善意的谎言 可是善意的谎言是有界定的 怎么能称之为善意的谎言 就看这个谎言的结果对谁有利 如果对你有利 那这不叫善意的谎言 这就是欺骗 如果对他有利 那可以称之为善意的谎言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打着善意的谎言 去做任何欺骗对方的事情 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接下来再来说你教条式的谈恋爱方式 你说是第一次恋爱 你呢其实没有多少的恋爱经历 但是你的恋爱目的性却很强 你非常清楚 这段恋爱我谈到底就是要结婚的 可是我结婚的时候呢 我是有一个要当我妻子这个人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你碰到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年纪还小 你就要求改变她了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不是要求她改变 而是成全她 让她做她自己 所以如果你在经历下一段感情的话 一定第一不要欺骗 第二不要要求对方做任何的改变 想对女孩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发现问题 其实应该算庆幸 有些人注定是要让你成长的 千万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 她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 教会你一些事情 告诉你成长 但是切记擦亮自己的双眼 长点心 好的 祝你们幸福 阿福说自己是90后长得年轻 你确实不老 而且你不老实 爱情当中一旦有了欺骗 就变成了虚情 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和角度 为出发点的关怀 都是假意 你说你是不是不老实 你骗她年龄 欺骗她 你在她朋友圈卖保险 利用她 你让她远离她的那些好朋友 控制她 你让她不要去上兴去班 去上班赚钱 支配她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一个那样的老婆 那你去找一个那样的老婆 你改变她 她变不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任何人都不可能变成 对方心里的那个样子 她就是她 你为什么不去找 因为不好找嘛 傻姑娘 谈恋爱身份证都不看一下 女孩子谈恋爱 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所以你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继续和她相处下去 能不能对你的父母有所交代 或者说服老人们接受这个事实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就是 有些故事 从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结局 你们今天在这儿折腾也好 将来继续回去折腾也好 不过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 祝福你们 谢谢 左言呢 点到了一个问题 也是我想说的 是老实 就这女生一开始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一方面是因为你脆弱 一方面是因为你简单 还有一方面是 你本来认为我找到了一个老实 对吧 结果发现她不老实 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真正的老实 有些人看似老实 但是在利益面前 有的时候也会露出一丝脚鞋 有些人貌似精明能干 但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式面前 却能够表露出一种坦荡 老实是相对而言的 所以说一个人老实或不老实 不是你一双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人是一个多元的负变函数 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地去了解 你将来跟别的男生恋爱 或者是与人相处 也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不要轻易地相信一个人 也绝不轻易地去污蔑一个人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和长足的了解 好吧 对于男生来说 我亏你也说得出口九零后 差了八岁呢 你怎么敢说呢 对不对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你轻易地说了八岁的差距 对于自己心爱的人 不应该用所谓的计谋和计词 有什么事情就坦坦白白说出来 如果在一开始你就向他和盘托出说 我今年三十六 我就喜欢你的善良 我认为你是可以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如果他当初是这么跟你说 也许你可能不会接受到三十六岁的年纪 但多少对这个男生的本分厚道 就有了一丝尊重 对不对姑娘 所以说这个男生一开始就判断了 我说三十六你一定不会跟我 我先骗了你再说 你撒谎失去了一切 你不撒谎至少赢得了一丝尊重 明白吗明白 我们宁愿要一丝尊重 也不愿意要欺骗之后的利益 和被别人戳破之后的尴尬 好不好 尊重别人给别人道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恋爱的方式过去很简单 是因为圈子 一个小圈子我们在一起互相介绍 现在互联网乱七八糟的 好像就变大了 甚至这个邂逅啊什么的 也变成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了 对吧 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是 你不是在传统的方式上 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 心形事下认识的这个人 我这么说 那是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的 因为你们是在谈恋爱 听明白了吗 所有的电视机前的人都是一样的 我亲爱的年轻的朋友们 这件事是特别特别必须的 因为是保护自己 就你决定开始跟那个人交往起 就得让那个人和盘说出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交友方式变了 过去是同班同学 他干嘛你太了解他了 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跟他交往 不看不行 我这么说他也是说你 对吧 别着急结婚 下次碰到一女的想给你骗了 你还被骗了 一样 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也做一个对别人负责的人 请你们慎重交往 更慎重交心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这段时间也不是说 真的是想骗你 我们走过了这半年的点点滴滴 其实是说我们两个真的 没有附近的去真正的了解 你也不要生气 我之前说过的话都是真的 对你也是真心的 希望我们两个之后 能够继续成为朋友 我很庆幸我今天能过来 要不然也许某一天 我要等到到明镇局去领镇了 我才会知道有人在骗我 我也不是真的想骗你 确实是说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这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老婆结婚三年半了 现在有两个孩子 她总嫌我这儿不好 嫌我那儿不好 还总是嫌弃我父母家务做得不好 我现在也很烦恼 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两个孩子的妈妈 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 她嫌弃您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有没有想过 嫌弃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否你对她的关心太少了 或者说对她真正的心疼太少了 如果真的从心底去心疼她 关爱她 我相信她的抱怨也会减少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 绵绵保湿湿湿水 伊贝诗海绵霜 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伊贝诗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